欢迎来到新闻频道,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,现在! 演艺角色,呈现多面龚俊。 在中国内地演艺圈,龚俊是一颗璀璨的明珠。 这位来自四川省成都市的年轻演员。 用他的才华和热心,在一幕与现实中绽放出光辉。 龚俊的演艺之旅并不是一帆风顺的,但正是这些曲折与坎坷,磨练了他的坚韧品格。 从2015年主演的个人首部电视剧《刀剑缭乱》开始,他的每一次演出都如同绘画一样。 将角色内心情感与外在表现完美融合。 在青春偶像剧《盛世》中,他展现了少年的热血与追求。 在《奇幻剧《最玲珑》中,他饰演的原彻更是引发观众的广泛瞩目,正是因为有这些角色的积淀。 他才会从默默无闻走向星光翼翼。 然而,他并不满足于舒适区。 而是不断尝试不同类型的角色,挑战自我,展现多面低表演才华。 从古装剧《爵士千金》到校园剧《至我们甜甜的小美满》,再到武侠剧《山河令》。 他总是用不同的角色形象向观众展现自己多面低演技。 他在古装剧《山河令》中饰演的温克航更是成为了他的代表作之一。 他通过精湛的演技,将角色的复杂内心情感表现得淋漓尽致,令观众为之动容。 他的演技在不同类型的作品中,都能够游刃有余地展现出来,让人惊叹不已。 龚俊不仅热爱表演,他还是一位热心的公益拥护者。 他的慈善之心,早已融入了他的日常生活。 他在片场中塑造出深入人心的角色,更在现实中,更是用实际行动为社会做出贡献。 从蒙师小分队向贫困地区捐赠图书,到参与公益节目为爱下厨,以实际行动支持儿童营养改善, 龚俊用自己的努力,将爱与关怀传递给需要帮助的人们。 而他不仅局限于捐款,更通过自己的影响力。 为公益事业呐喊,为社会议题发声。 他不仅是镜头前的明星,更是舞台外的社会关怀者。 他不仅是演员,更是社会公益活动的一份子。 他以艺术为媒介,将公益进行到底,用实际行动证明。 演员的影响力不仅存在于荧幕之上,更在现实生活中发挥着积极作用。 龚俊的故事告诉我们,真正的演员不仅要用才华演绎角色,更要以行动影响社会。 用实际行动书写人生的华章。 未来,他或许会走更远的路。 继续在影视作品和慈善事业之间寻找平衡,用他的光芒照亮更多人的前路。 无论是在荧幕还是现实中,他都将继续绽放光辉,成为年轻一代的楷模和榜样。 我们也相信龚俊的作品成就只是他演绎道路上的一个起点,未来的他将继续追求卓越。 在不同类型作品中挑战自我,塑造更多元化的角色。 他的才华和热情,将继续在荧幕上绽放光芒,成为观众眼中的闪耀明星。 无论是什么角色,龚俊都能够将自己的特色与内心融入其中。 成就了他在演绎道路上的不懈追求和无限可能。